我聽見這個新聞 我都覺得很驚訝 為什麼香港的立法會議員 是這麼低的水平 小學生才會做這些事情 我想稍為成熟一點心智的人 都不會做這些無聊 這麼醜流的一些行為出來 特權不應該是可以適用於這樣的情況 它一味就是有特權法 將來不只搶電話 可能撕難你的文件 甚至進行一些襲擊 如果都不告的話 這個立法會都可以成為世界的燒餅 有可能是兩條刑事的罪行是乾煩了 第一個有可能是一個盜竊罪 第二個就是不誠實使用電腦的罪名 盜竊罪的定義就是 你是用不誠實的手法 挪佔了財產 由意圖永久地剝奪他人財產 至於你說不誠實採用電腦 拿了之後 又打開人家的電話 亂看裡面的東西 已經足夠構成 這條不誠實採用電腦的罪名 今次的事件 執法部門是必須要 起碼都要調查 如果是有表明證據的 應該都要採取檢控 阿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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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爾